同样在工作与家庭之间 难以做出抉择的 还有新疆妈妈鼓励 每天回来养出习惯了 开上一会儿吃 可这次对她来说 挑战似乎更加严峻 妈妈 她要吃黄瓜 黄瓜 她在里面买菜的地方 她看到就想吃 我吃点 瑶瑶 你能吃吗 我给一个 太可爱了 孤立 那我明天找何天去 玩好两天 下课谁带呢 你带吗 礼拜六礼拜一天你带吗 我新闻人咋带呢 我去了以后玩两天 这么长时间玩呀着急的 是不是 给奶奶也放个假 放下两天假 好 我又不会像你那么做饭给她 我不会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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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里面包好的饺子有呢 下课人就不让我睡两觉了 其实下课人就是早上起床起得早一点 到十二点的时候她可以睡了两个小时 下午的时候她还可以睡两三个小时 她睡的时候你就跟着她睡 我跟她睡饭谁做的 哎呀 就那么两天吧还 是不是小姐 你是打喷嚏还是做的 转眼到了周末 姥姥收拾好准备出门 鼓勵 起来了没有 可知道临行前 姥姥的心还是放不下来 鼓勵 你出来我跟你说一下 我就走了 夏可她在睡 冰箱里面蔬菜不多了 白天你出去买好一点 晚点后下面 夏可脚都包好了 早晨的时候你给她熬一点稀饭 这不是那个鸡蛋里面放的那个羊油 完了以后 切得碎碎的 然后练习饭 到十二点时候你不是为了 完了以后 中午的时候 你想做饭了 做不做了 你就把那个脚给她下身 下午的时候 给她把密封 密封会做吧 反正就那么两天嘛 反正是把下个人就照顾好 你吃不吃都不所谓 那我就走了 不仅要做家务 鼓勵还得照顾好夏可染 这个任务 她能否顺利完成呢